导马针法 这个是董事齐穴所独有的 那导马针法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例如说 你看我这个监中研 我刚才说了 我是不是在圣棺上扎一针 治疗我这个胳膊抬得起来 但是针灸治病的原理 是不是掉气活血 掉谁的气 是不是掉患者自身的气 那如果你们也知道 我常年讲课 我是不是气虚的特别厉害 所以我下这一针 当我气血不足的时候 气不足的时候 我下这一针之后 然后呢 活动气不够 没有办法把它冲开 我们讲究什么 不通则痛嘛 是不是 相当于我一活动 要把这边的气引过来 集中的冲击病造点 结果呢 你气不够 冲不过去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在什么 就是你治疗针呢 这个穴位 在他前面或者是后面 加上一针 或者加上两针 用以加强他的疗效 这个就叫做倒马针 例如说 圣关 我下了一针 这胳膊抬不起来 不行 好 我是不是可以在天皇上 再下一针 是不是 我是不是可以在圣关的随便 下一针 我再下一针 是不是都可以 都可以 用以加强他的疗效 所以这个啊 有一个特别 特别神功的例子 你一下就能明白 倒马针法 为什么有倒马针法 你看 你演那个 演那个武侠剧里头 是不是经常有 好人坏人各种打 打到最后开始 这样比拼内力 对不对 一般好人都打不坏人 是吧 到这时候 差点快顶不住的时候 一般呢 是 电视上都这么演的啊 好人的这个 什么来个师兄弟啊 有个师父啊 有个朋友啊 来了之后 在他后背上 哐啊这么一堆 然后坏人 层下就飞不住了 电视上是不是都这么演的 这个你看 跟老马针法 是不是一门一样的 如果一个人拼不过你的时候 好 我后边来一个针 现在把他的经济 传给我 我俩的内力 拼你 然后这会儿呢 我一针 冲击病灶点 冲过去的时候 我在我前面 或者后面 我再加一针 我两针的精气 来冲击病灶点 冲一下 过去了 然后腾动 好了 你这两个人 你这两个人 哗过去了 坏人不就相当于病邪吗 是不是 两人坏人 因为杨绝病灶点 因为杨绝老师发明这个 牵引针法的时候 董姑还在世呢 然后去跟董姑探讨这个事情 董姑对于这个非常认可 然后所以呢 跟他 跟他俩并生 三大 所以呢 牵引针法 什么意思啊 例如说我们还说我这个建筑员 我这胳膊抬不起来 胜关上下了一针 对吧 胜关下了一针开始 我开始活动 然后因为唏嘘 冲冲 冲了半天 冲不过去 好 冲不过去了 我在 假如说我这个痛点 在这个位置 这属于哪肠经 肺经 大肠经 肺经是在这 肺一般肩中肺经的痛点 是在这个监管地区 它在这个区域 那 如果这个冲冲 冲了半天 冲不过去 好 它的痛点 在我们大肠经上 你就选 观测经的书血 写上啊 五书血的书血 然后加一针 相当于 这边一边冲着 冲过去 那边拽着 这一冲 这一拽 是不是层下就通了 是不是通了就不层了 签引针 选 观测经的书血 写上 五书血的书血 为啥选书血 书主 输入体重节痛 也就是输血 最擅长治疗 经络循情路线上的 控制 好 好